兵仪馆 林车将尸体拉到 一溜烟的就跑了 留下一具重垫垫的尸体摆在首推车上 做法医 就要从搬尸体开始 吴军被着手 脸上绷不住的挂着笑容 道 你这个身板 真适合搬尸体 他那些在大城市的同学 早二十年就过上了搬尸自由的生活了 铸台县却是个留不住人的地方 新招考的法医来了又走了 走了又来 一年到头 他也混不到几次有人搬尸体的生活 运气最糟糕的时候 是新法医在的时候没尸体 走了以后 才有尸体进来 江远推着车 好奇地问道 县局没有解剖室吗 就那种光打起来发白的 像电视剧里那种 吴军摇摇头 道 有钱的城市能弄得起 咱们这样的小县城就不要想了 咱们搞尸检 不单单要解剖室 还需要冰棺之类的设备存放尸体吧 稍微讲究点 这些换气设备 洗浴间 都得维护管理 不如租殿仪馆的 县局再出个十几万 几十万的 把解剖室弄弄好 就行了 取证之类的会不方便吧 一般就是抽点血 弄点未融物 就这么大的县城 远能远到哪里去 好停车更重要 吴军说着一笑 道 反正尸体都不挑的 将远低头看看自己十七熟 新到 十七熟过年的时候来家里 似乎是有些挑剔的 当然 现在估计是没兴趣耍性格了 你以后再过来的时候 记着兜里揣包烟 偶尔买点糕点之类的 搞搞关系 跟兵仪馆的人处好了 做事也方便 吴军走在旁边 摁了电梯 低声叫了江远一句 兵仪馆也是职场 江远笑了笑 说 好 驻台县兵仪馆将解剖室设在了地下室 好在有电梯上下 还算是方便 只是幽暗走廊里闪烁的红色消防灯有点瘆人 房间内倒是光线充足 大瓷砖的地面 小瓷砖的墙面 正中是一张不锈钢的解尸台 进门左手边则是一个盥洗池 以及长长一排的不锈钢柜体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普通人家的厨房装修 这时候 吴军上前帮忙 将手推车推到了解尸台旁 用脚踩着 将手推车的台面升高 与解尸台并起 再将尸体缓缓地倒到解尸台上 方道你去看看家属来了没有 来了的话 就喊人过来 解剖了 江远应了一声 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十七鼠 标肥体状的十七鼠 如今阳躺在不锈钢台面上 肚皮高高隆起 白白地亮着 在灯光的照耀下 还能看到竖起来的细毛 一时间让江远有些甚的慌 更多的 则是不是的心慌 电话在门边 吴军淡淡地提醒了江远一声 没多说话 江远挪开了眼神 走到门边 拿起固定电话 打了出去 在国内 尸体解剖是需要通知静青到场并签字的 而在具体实践中 来的往往是姐夫 姑父或者女婿这样的非血缘亲属 偶尔来的是直系亲属的 通常需要多准备一个垃圾桶 不一会儿 有人被领了进来 茫然且畏惧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姑父 江远认出了人 算起来 他是十七鼠的妹夫 也就是他十九姑的老公 两人应当在前两年祭宗祠的时候见过面 江远啊 姑父见到江远 却是分外的亲切 用饱含情绪的目光 隔着大舅哥的尸体 望着江远 你十七鼠走得及 还好你是艳尸官 给他做漂亮些 我们开始了 吴君打断两人聊天 给江远塞了一套全身式的手术服 让他套在衣服外面 再一把掀掉了尸体上的白布 问 确认一下 是江建成本人吧 姑父干呕了一声 才道 应该是 签个字 身份证号也写上 吴君看着家属落笔 再收好文件 然后看向江远 问 不是每个人都敢给认识的人做尸检的 你要是不愿意做 也正常 我可以 江远进来前 就已经做过心理建设了 现在的他 内心有各种情绪的混杂 但并不想简单的移退了之 吴君再确认一次 点头道 你先来 他也想看看江远的能力 如果江远做不下去了 或者出纰漏了 他也好给他上上课 前面来的那些个新人法医 吴君都是这么教育过来的 江远的表情严肃 略显紧张和迟疑 对于尸检 江远本身的经验是不多 但在学校里的少数几次实践 他的表现都得到了教授的赞赏 被称作极有天赋 如果今次不是十七熟的尸体 他或许会更镇定一些 首先检查尸表 江远深吸一口浊气 皱眉一闪即逝 接着沉浸下来 将一个笔记本放在旁边 边看尸体 边道 死者江建峰 50岁 性别男 身长169 体重188 左臀处有月牙型胎记 长约5厘米 然后是一般状态记录 直肠失温式 将远闷头做事 一路记下头皮的情况 秃顶的情况 直到瞳孔 结膜 鼻腔 牙齿 诗表检查的大部分都是在现场就完成了 江远只是按部就班的念了前面的部分 到了结膜牙齿等部分 则是再次仔细检查了一遍 这种做法 令吴君颇为满意 点头道 做得可以 做过解剖眉 江远道 在学校做过几例 那不错 现在好多学校 学生都只能做一例了 我是跟着教授做项目的时候 参与了几次解剖 哦 开过三枪吗 吴君说的三枪是颅枪 胸枪和腹枪 它们包裹着人体重要的内脏血管和神经 是法医病理学做死因判断的重要途径 江远应是 且道 我开过两次 那你来开 吴君将手术刀端给江远 又道 你可能知道 但我还是提醒一句 切的时候要注意 别切到自己的手 解剖式的温度太低了 刀片又快 刚切到的时候 你自己都感觉不到 判断标准就是有没有鲜血流出来 尸体是不流血的 所以流血的只可能是你 江远点头 再看看面前的尸体 调整了一下姿势 就拿起手术刀 放低刀刃 抵住颈部 一条直线 一直划到齿骨联合的上方 十七熟的身体厚重 需要切得很深 翻出来的脂肪也是又黄又白 超长的一字形切口 超长超大 远比影视作品中的尸检看着要残酷 这种也是国内法医常用的术士 与美国的Y字形切口略有不同 紧接着 江远开始分离胸部的肌肉组织 接着再沿着肋骨和胸骨相连的软骨分界线走刀 事件才开始进行 精神紧张的姑父深吸了一口气 继而脸色一变 转身就吐了起来